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继续聊聊西安的事 现在西安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 有人表示西安大屠杀进行当中 你要说大屠杀我觉得用词为了不当 但是也是一种变相的对人性 对生命的一种摧残 这是西安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看现在网上最近传出来的 西安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看病的问题 你死在家里面就好 你不要往医院里面带 你带不进去 24小时核酸检测各种各样的循环 搞笑的很 我一岁半的女儿在家发烧 想去医院就诊社区接到办 不让我外出就诊 线上问诊线上问个毛线 我们按物业公事疫情期间 我们小区所属的西安医院 第一附属医院接诊覆盖范围 线上问诊三天无人回复 就这样还要在家硬扛着 让物业上报发热 但是接到办法和防疫电话 打了22个也无人接通 三天无人问诊 电话打了22遍 没人接听 这是重点 注意不是战线 就是接不通 最后没办法打110 警察说在物业写申请开个就医证明 我们才带着孩子外出救人 但更让人气的是 在医护医院门口遭到核酸检测死循环 孩子一直没出过门 没做过核酸 家里就家里人每天都做 医院说没有核酸不让进 你们说能在医院里面做吗 他说医院可以做 但不让进 不让进就没法做 这不是一个死循环吗 这是什么逻辑 然后没办法就去附近的西淀集团 医院三甲 三甲医院做核酸 再等了5个小时后 终于拿到核酸 然后再高兴的去医护医院 没想到又说别的医院做的核酸 报告不行 他们不认 我他妈了个B 在这个医院说 你没有核酸检测 不让你进 医院里面是可以做核酸 但是你没有 但是你没有这个证明 就不让你进 拿到其他的医院去做 带到这边来 他说你核酸不是我们医院做的 也不让进 我一看到这我就直接喷粗了 这什么逻辑 流氓逻辑 这真的是核酸死云环 然后从中午12点折腾到凌晨12点 孩子才接受治疗 当时真的是把政府骂了一万遍 这是一个孩子就整的事情 然后再说一个孕妇的事情 流产的事情 你听了之后特别的讨厌 这个楼 我发了一遍的帖子 再回来看已经不见了 被删了 他小姨在2021年1月1日的时候 去年这时候了 晚上7点多说肚腾就打了120 可惜120实在战线没办法 这是2021年1月1日 还是在2022年时间也没有搞错 经过这些 宋道士已经晚上10点了 结果在门口不让进 说核酸超过了4小时 我小姨就在门口缓了一会儿 没想到就是因为耽误了这么久 到这大猪血 他小姨怀孕了吗 他看见他小姨发过来的视频 很艰难的用双手支撑着身体 在椅子上坐着血顺着椅子和裤子 流下来地上全是血 也是因为大猪血医院看时代不行 才接诊了送去手术室 结果8个月的孩子 就因为治疗不及时导致流产了 8个月的孩子 就因为胎子腹中没有了心跳 当然了按照这个时间 他说是去年时间 去年2021年年初 也是到处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各种各样的封城 咱们再看 这也是一个人说 这就是一个家人去世的 这是几条人命了 小孩没事 第2个孩子流产了 第3个泡椒小米大说 我爷爷一样前天昏迷 所有电话没人接 互相推诿 昨天早上跑了几家医院 最后一家进去抢救无效 昨天晚上已经火化了 看到没有 到了冬天 很多老年人就会突发疾病 医院都不接受 真的是人间惨剧 人间惨剧 你从这个角度来说 西安现在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屠杀 然后这是第4个 这是他外公脑出血 后遗症病人 一直是我母亲和姥姥照顾 圣诞节那一天突然发新了命 他母亲经过打了无数次 12人电话 电话一直难打通 好容易接通电话 也来了医护人员 但是没有医院可以接受病人 他们被救护车拉出去 拉出小区三次 中心医院接待时间最长 我母亲和姥姥有48小时核酸 证明外公医院 体温 外公进医院通道 体温37度3 从家里送医院是36度6 然后送到急诊室 再量体温是37度7 护士以为是发热不收 有急诊医生说 护士如果收下 他们就急救 我母亲又是找护士 护士说找督导 我母亲跪求督导 他们吓唬我母亲 扰乱防疫秩序 我母亲就一直跟随督导 督导说他要上厕了 我母亲不甘心继续追 直到督导 走到医院保安那里 让保安驱逐我母亲 看到没有这是医院 120950也被驱逐 急救医生也没有任何办法 我母亲和姥姥48小时证明 当天下午就过期 跟医生都磨了48小时 超过就是磨到核酸证明 都过期了也不安排就医 直到今天还是没有 我母亲一行三人回到小学 我母亲几遇昏厥 姥姥大哭几次 这是现在西安正在发生的事情 你说他是大屠杀 这也不能那么说 但是这是一种变相的变相的减少人口 你们再想一想 仔细想一想 再看一看 想说什么呢 还有人喊西安加油吗 西安挺住吗 祖国会来帮我们的吗 到这里我还记得什么 就是说这个事发生在西安 有谁还去过西安 有一个叫台湾表妹的去年还来到西安市的大唐北夜城 想定居不想走了 这位台湾表妹你就继续舔 有本事你现在去西安 你不是说不想走了吗 这里还有她的这个什么 也还在搞这个什么东西 算了不看了 看多了 马上再给我来一个版权 就是说在舔之前不是舔的很欢吗 台湾表妹你再去舔 此时此刻你去台湾 你不走 你去跟随着西安人民共患难 共同度过 哪怕说你不去西安 你去发起一些捐款 你去送一些物资 你去搞一些什么医疗志愿者也可以 此时此刻你这个台湾表妹 你不是爱中国爱的深沉吗 你不是舔中共舔的很欢快吗 舔的很高潮吗 此时此刻怎么不说话了 对不对 赶紧去 台湾西安人民需要你们 这个时候不发生了 这个时候不说话了 舔的之后很殆劲 为什么舔有流量 舔的之后再抖音一发给你推送 给你算法 你有钱赚的 有广告费能接商业的 能带货 现在发事发生了 西安现在咱们刚才能够看到的就是几条 人民没了 一个孕妇没了 一个老年人没了 还有一个到医院不接诊怎么办 能怎么办 无解没办法 他像这样的政府就没办法 台湾表妹这个时候你赶紧去台湾 台湾需要你 你不是说不想走吗 你赶紧去台湾定局 跟台湾人民共患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既然在抖音上赚这么多钱 这么多流量 这么多粉丝 是吧 在台湾是吧 台湾只有2100万人 是吧 没有这么多粉丝来关注你 到了中国大陆 这13亿庞大的脑袋群体 是吧 去关注你一个台湾网红 富拉夫是中国太厉害了 舔继续舔 我此时此刻我倒希望看看台湾表妹怎么说 无力吐槽了 先说这么多